东总各位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梁建洛 出生于2000年 来自广州 2000年 21岁 现在就读于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商学院 主修市场营销 以及商业管理 我选择的是10万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选择 但其实我自己本身 也想选这个价格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我更把这个10万当做是 我在隔离 想拿到一个目标薪资 因为我想不断地突破自我 在这里真正能拿到 这10万块钱 那么作为最后一个 来自我介绍的 我想做点不一样的 董总您对直播带货 是特别有益手嘛 那么我今天也想用 这样的方式 去介绍一下自己 那么给您推荐 我自己的第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我的实习经历 那么我曾经在保洁中国 担任过客户生意发展部的 暑期实习生 那么另外一块 我觉得比较闪亮的一点 是我也有参加新领售的布局 就比如我自己设计 并且落实了一系列 关于京东到家的宣传计划 其中就有包括 我们线下超市 和线上的这么一个 联动的直播活动 所以说我觉得这段 经历和隔离正在布局的 是息息相关的 第二点也是向您推荐的 我觉得也是我的过往经历 以及我参加的一些比赛 那么我曾经在 百味校园挑战赛中 获得过全国季军 那么当时是对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 以及啤酒行业的发展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目前我也在参加 全国大学生 案例咨询比赛 那么现在复赛阶段 就在1100支队伍里 获得了评分第一的成绩 那么最后一点呢 我想聊点不一样的 那么其实我刚刚有注意到 您身边有一个相框 然后旁边摆的 是和周南山院士的一个合照 或少都会实现自我价值 而不是只是一份赚钱的 一份工作 然后第二点 结合您办公室的 我看那里有写一个 员工上班班车线路示意图 所以我觉得 在隔离工作 员工是被重视的 因为今天这个示意图 是代表您了解 员工们上下班的 这么一个路途 他注意到很多细节 这小伙子很聪明 所以我觉得 这两点能结合 我为什么想来 隔离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家 有实敏感 有紫然感的企业 那么同时也是一家 在乎员工的企业 那么这就是一段 简单的作业介绍 也期待和您和小伙伴们 有更多的探讨 接下来谢谢 很好 谢谢 这个我刚才啊 看到你们几个人 都在找自己的位置 但是我觉得 你们五个人都没有 在这选择作为的时候 没有讲出来 我选择这个价值的时候 我会给隔离带来什么 全都没有说 你看 大家都希望到隔离来 有一些学习的机会 本身也是对的 其实要体验锻炼自己 同时应该为 这个企业的发展 增添一份力量 其实就是刚刚也很遗憾 没有回答到您 能为隔离带来什么 其实我今天是准备东西来 如果您看 我那份就是 您手上的第二页 因为我是觉得 我作为一个00后 能给隔离带来的 我觉得是一些 创新的想法 我觉得我的角度 可能和别人会不太一样 其实今天也带来 两个创意给您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地 去探讨一下 这就是搞营销的 这就是营销的特点 实际上它很关注 我们的这个直播 这做营销 可能要具备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素质吧 放心 到时候要传播开来 我们都可以帮您 最近表现得最老成 来之前还是做了很多准备 然后我觉得我本身是一个 想事情 可能会往深度去想的一个人 就可能会显得我比较老成 吧 嗯